在预测西区总冠军之前呢 西区第一轮的比赛之前 我要先恭喜一下Russell Westbrook 再度连两季平均大三元的表现 恭喜你 Oklahoma City在第一轮碰到的对手 将是犹他爵士队 那如果你把两队的球员名单摊开看的话 雷霆队的天分真的是远优于爵士 那爵士在一开季的时候 17胜26败 非常非常的差劲 看起来已经要到了lottery的这个阶段 可是后来呢 31胜7败 变成联盟最胖的球队 Quin Schneider教练 有点像西区的Brett Stevens教练 可是呢 他把一群非常普通的球员呢 打进了非常可怕的战绩 那他队到雷霆在第一轮 有什么样子的机会呢 机会说真的 我认为不大 在例行赛的时候 两支球队碰面 3-1雷霆是占优势的 那在季后赛呢 我认为没有太多的 这个爵士队的球员 可以挡得住Russell Westbrook 还有在最近无偿比赛 平均拿下28分的Paul George 那虽然呢 爵士队拥有非常不错的防守 全联盟排名第一或第二的能力 可是呢 在这样子的天分的差距之下 而且呢 爵士队要依靠菜鸟 Donovan Mitchell 成为球队的主力得分 我认为在第一轮的时候呢 可能4-2这个对战系列 将由雷霆脱颖而出 在另外一个对战系列呢 我们要看到拓荒者队要出战 醍醐队 那醍醐队呢 在今年Demarcus Cousins 受伤了之后呢 将碰到的拓荒者 有白色的Demarcus Cousins 那就是Yosef Nurkic的拓荒者 拓荒者的Damian Litter 在季后赛的平均得分 是28分 搭配这个CJ McCullen呢 已经拥有非常不错的季后赛的经验 而且呢 拓荒者的这个团队里面 今年是第二年在一起打球 而且有季后赛经验 反观醍醐这边呢 我觉得有点杂牌军将凑起来的 那虽然Anthony Davis 个人是非常的强大 可是呢 要碰到拓荒者 这个非常强势防守的球队 在今年来看呢 要突破第二轮 对到拓荒者是有困难的 虽然在例行赛的时候 两队打成了2比2的平手 可是不管以季后赛的经验 以及团队的合作的战力来看 拓荒者都是优于醍醐的 这个对战系列 我认为是4-1结束 拓荒者晋级 那在下一个对战组呢 我们要讨论的 其实是大家还蛮关心的 也是我非常关心的 荆州勇士碰到马刺队 在这两支球队 今年的两支 四次碰面的情况之下呢 马刺是落败的3比1 而且赢球的那一场比赛里面呢 这个马刺碰到的对手 是没有Steph Curry 也没有KD的一个状况 所以呢在最近的9场比赛里面 碰到这个勇士 包括季后赛 他们是只赢了一场 所以在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之下 季后赛看起来还是 仍然没有Kawaii Leonard 碰到勇士 他们有任何的机会吗 我个人认为机会不大 虽然勇士在最后的17场比赛 是7胜失败 没有Steph Curry的情况下 他们的战绩也没有太好 可是光以天分来看 要阻挡Povovich 以及LeMarcus Eldridge 领军的这个马刺 我觉得是非常足够的 再加上到了季后赛的时候呢 荆州勇士队可能会把他们 真正要比赛的那套球衣给穿起来 打出防守的气势 虽然呢就有点像 这个骑士队在过去几年 在例行赛的时候 防守异性蓝三 攻击非常的这个积极 到了季后赛 防守开始积极了 可是我认为 跟过去几年比较起来 今年的勇士已经不如从前 那可是在这一轮呢 碰到没有Kalvin Leonard的马刺 仍然是非常足够的 马刺会尽量拖慢攻击节奏 可是仍然无法抵挡 勇士大军 所以在这一轮里面呢 我认为是4-1 马刺会输掉 那在最后西区的 这个排名第一名的球队呢 休士顿火箭队 即将碰到第八名的 明尼苏达灰狼队 在这个对战组合里面呢 这个首先也要先恭喜一下 灰狼队在13年没有进季后赛 首次进季后赛 可是碰到的对手 就是联盟里面有65胜的火箭 而在NBA的历史里面呢 过去有65胜战绩的球队 在五次的这个季后赛的第一轮里面 他们的成绩是20胜一败 那在今年两支球队碰面的时候呢 火箭队也是横扫了Timberwolves 那Timberwolves呢 他必须要有Jimmy Butler真的跳出来挺身而出 再加上呢 Carl Anthony跳得非常非常好 而且他们的第三轮呢 这个Andrew Wiggins 他必须要真的像男人一样 挺出一个一哥的架势 这样子一来灰狼队才会有真正碰到火箭队的一个能力 因为灰狼队呢 完全不像Timberwolves的球队 他们的防守在联盟里面是排名后半段的 碰到火力强大 拥有双核心的火箭 Harden跟CP3他们不会手软 在这一轮里面呢 灰狼队可以拿下一胜的话 已经是Jimmy Butler跟另外两个人要完全的发挥才有这样子的机会 所以在第一轮里面呢 火箭队我认为会轻松过关 好了以上就是我对西区呢 在季游赛第一轮的看法 如果你跟我不同的意见的话呢 欢迎到我们PP Plus的粉丝业 或到个人粉丝业一起来跟我好笑一下 我们下次好笑跟你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